接下来我们对根文件系统最后几个功能做一下测试 如果这几个功能测试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根文件系统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根文件系统构建了 我们就已经成功了 首先测试一个什么呢 大家打开这个38.5小节啊 就是根文件系统其他功能测试 首先是软件运行测试 软件运行测试就是我们自己写一个软件 看它能不能运行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Linux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把Linux启动以后 要在Linux上运行我们自己的软件 所以我们要用Linux 就跟我们用你买一个电脑 你买电脑不是把电脑拿过来说 因为你钱多对吧 没出花 你说你买个电脑 是因为你把电脑买回来以后 你要在上面装一些软件 比如装一些游戏 一些学习的软件等等这些东西 要运行这些软件的 所以我才买电脑呢 同样的 我们买Linux开发版 学Linux的目的 并不是说把系统移植一下 来装个逼 不是的 我们目的是为了把系统移植完成以后 然后在上面写我们的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就会实现一些 我们想要的功能 然后靠这个功能去干什么呢 可能是去卖钱的嘛 对吧 你这个软件 你现在这个设备 你没有这个应用软件 没法去提供的话 那你这个设备可能是卖不出去的嘛 所以我们要测一下 这个运行软件它正不正常 其实呢 运行软件的目的是为了测试 我们的库的移植正不正常 因为我们写这个软件都是 动态库 需要用到一些库文件 那么这些库呢 我们前面 在构建给文件系统的时候 都已经移植了一些嘛 你不叫移植 应该是拷贝过来了嘛 所以我们要验证一下 这些库正不正常 那么这个验证 这个软件可否正常运行 很简单 你就写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Hello World 这就是这个太经典了嘛 就写一个Hello World Hello World的话 注意这个Hello World 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就是我们在 我们的开发板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它不是驱动程序 它是应用程序 好那么这个Hello World 就跟我们在 乌版图下去 写这个C语言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放过来 那么这个Hello World 写到哪 那么这个Hello World 肯定是在开发板上运行的 所以这将来写出来 编译出来的Hello World 肯定是要放到 开发板的根文件系统里面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开发板 我们是通过NFSRoot 也就是网络文件系统 我们挂载到了这个哪里 挂载到了这个 乌版图下面的这个 RootFight这样目楼下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 编写一个Hello.c 就在这个RootFight下面 在这里面 好那么我们就 vi Hello.c 好那我们就输入代码 哪些代码呢 这里都给出来了 就直接按照这个输入就完了 就是进Inclode stdio.h 然后Inc me void where 这是一个循环 where1 好那么printful 就打印出 hello.word -r-n 就是回车换行 然后延时两秒就sleep 就是这个循环的每两秒打印一个hello.word 每两秒打印一个hello.word 最后呢return0 好那么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测试文件就写完了 我们保存退出 按来一次看一下 就这个.c hello.c 那么接下来就需要去编译 好 我们这里就要做下笔记 第一测试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运行 编写 编写 hello.c 编写完成以后 我们要就这个软件呢 测试软件 是运行在我们这个arm开发板上 因此编译的时候要使用交叉运器 你不能直接使用ubuntu自带的gcc去编译 你要使用交叉运器 交叉运器就是arm linux 就是这个编译器嘛 我们一直在使用它 好那就是arm-linux一个gcc hello.c-o hello 也就是将hello.c编译成hello 这个可运行的软件 回车 等它编译完成 好 编译完成 按来一次看一下 它就生成了一个hello 好 生成以后 我们这里 使用fail命令 查看 这个可执行文件信息 这个软件编译完成以后 大家注意这里 要注意 fail可以看一下 hello 那么相当于把这个hello 这个软件 可执行软件的信息打印出来 你看 elf32位lsbq可执行文件 arm 看到没 是一个arm 而不是x86 arm eabi 什么什么 当出现arm的时候 32位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这个hello肯定是给arm写的 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Ubuntu下 去执行这个hello 它肯定会提示错误 你看 文件格式错误 同样 如果你用gcc去变译这个 比如gcc 编写 编写hallo.c 编写hallo.c 4位的x86-64的就是给x86编译的 所以呢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这个软件是要在arm下运行 一定要用交叉编译器去编译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编译完以后 一定要用这个feel查看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hello1给删了 因为我们不需要 记得一下这个hello就行了 这个软件 好了 那么编译好以后 你看 因为这是在这个gain文件系统下嘛 我们重启开发版 这个开发版呢 你要你是要以那个nfs挂载到这个ubuntu下面去的 好 然后ls 你看 这个hello就是我们刚刚编译的 你执行 就是执行这个软件啊 是点写杠嘛 然后 hello 回车 你看 helloworld 每两秒输出一次 每两秒输出一次 那么你想结束这个软件的运行 就Ctrl-C来打断软件的运行 好 那么这个软件 你看 它一旦运行 就占了我们这个中断 你看 就是我们这个中断 它没把去输入其他的了 那就有一种叫做后台运行 这里面要 这个后台运行后面是常做的 常常用的操作 那你就是 比如XXX代表是软件 加一个这个取指符号就表示后台运行 你就点hello 加上这个取指符号 只要加 就你要运行哪个软件后面加一个这个取指符号 那么就代表是后台运行回车 你看它这个还是会输出 但是呢你可以进行操作了 你可以进行在终端里面操作了 只是它在后台运行 只是它在后台运行了 那么后台运行 但是我要怎么关呢 关闭后台运行 输入 输入PS名列 查看当前所有软件的PID 那这也有进程ID 每个进程有一个ID 那么这个hello hello这个软件也有一个ID 你说这个PS 说这个PS不是我们 图片那个PS啊 他第一列都是这个ID 找到他有个点hello 这就是我们刚刚运行的这个应用声器 他的PID是77 查到hello的PID是77 好 我们知道了PID以后就可以通过 KIL-9 然后77就把它给杀掉了 你看 Kill的什么什么 然后那其实就是 通过KIL 就Kill加-9 前面这两个都是普遍的 后面就是PID77 就是具体的PID 你要把哪一个那个进程给它删掉 杀掉 就是哪一个进程号77 这样的话你看 完了以后Kill的就把这个hello给Kill的掉了 杀掉了 你再PS看一下 那个hello就不见了 你看hello也不运行了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应用程序 一个是怎么去运行啊 怎么去编译ARM办的 然后怎么这个软件把它设置到后台运行 好 现在怎么去通过PS命令查看PID 然后通过Kill-9 把指定的这个PID给它 指定的PID的这个进程给它删掉 这个呢我们后面做驱动开发的时候 很常用到的 在这里呢我们这个 就是软件运行测试就已经通过了 没有任何问题了 没有任何问题以后呢 接下来中文字符的一个测试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知不支持中文字符 首先呢Secure CLT要设置成UTF-8 我们先不设置UTF-8 就这个默认的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有问题啊 怎么是中文测试呢 中文测试不外乎就是 我这个跟文件系统里面有中文的文件 有就以中文命名的这个文件或者文件夹 然后我某个文件里面我会有中文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在Ubuntu下同样这个跟文件系统里面 Ls我们MacDL 创建一个中文名的文件夹 看一下 好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文件夹名字叫中文测试 中文测试回车 Ls看一下 Ls看一下 你看这里有这里就有个中文测试的文件夹 我们CD中文测试 好进入以后 Ls你看这是空的对吧 我们在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测试文档啊 Touch测试文档.txt 好我们VI打开测试文档 我们用Geditor吧 Jedit测试文档.txt 我们在里面输入一些内容 输入什么内容呢 这是一个表 这是一个中文测试文档 然后123456对吧 各种输入符号 反正就这样吧 你看有中文有数字有英文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关闭 Ls看一下 你看这里有个中文测试文档 你可以cut cut命令把这个测试文档里面的内容 在无关头下显示出来 看有没有问题 测试文档看一下 没有问题 这个都完全正常的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文件夹就建立好了 这个中文测试文件夹 我们在我们这个Secure CRT 就是我们开发版 我们看一下Secure CRT支不支持 Ls看一下 有中文测试 它这里已经出来了 说明是支持的 那这个应该是我已经设置的UTF8了 这个Secure CRT 我先看一下 这里你默认的话 默认新建终端 这样 我把这个Secure 就是这个 给它删了 我重新新建一个 重新新建一个 Trunk 我应该是Comp3 然后是115200 注意右边这三个都不选 Connect的 Ls看一下 你看 默认新建 这个中文 那个中文测试 那个文件夹 显示就是这个错误的 就没有任何 就是这个乱码 你看明显不是中文测试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默认啊 它这个编码格式 在哪里 在这边 默认这个Secure CRT的一个新建的这个 绘画 应该专业名词叫绘画 这个绘画呢 它 它不是这个UTF8编码的 Linux下面用了UTF8编码 所以要设置这个绘画 采用UTF8编码 那么怎么设置呢 你看这里说的 点击Option 第一个什么什么Option 绘画选项 点开 点开以后 这里有个 PRE 还是啥单词 就这个单词嘛 这个单词 你看这里有个 字符编码 这里是个Default 你看我现在手标 这里是Default 下拉 我们应该选择UTF8 这里UTF8 好 选中以后 这里再把字体改一下 因为这个字体刚刚刚太小 我改到12 好 这里 怎么又变了 UTF8 注意UTF8 选中OK OK以后 再LS看一下 你看中文测试就显示正常了 那么这就是编码格式 所以我们在 就是说 这个Linux和Windows 进行通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种编码格式 会带来的一个中文乱码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在QT里面 做头像界面开发的时候 也会容易 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基本上 你这样带来这种中文测试 中文显示有问题的话 Linux和Ubuntu之间 大概率都是这个编码没选择好 好 cd中文测试 进入中文测试这个 目标LS看一下 你看有这个测试文档.txt 你cut 测试文档.txt回车 你看 显示往下正常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制作的这个根文件系统 它对中文的一个支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中文字符的支持是完全正确的 好 那我们就 这个中文测试 我们就已经OK了 然后把这个再改大一点字体 大字体还是有点小 改字体在这里 改到 12 改到14 把它这个字体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个中文测试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开机自启动 就是说开机自启动 比如我们这个开发板 我们做的设备 做完以后应用程序 肯定是我们刚刚启动应用程序是怎么启动的 是需要自己运行这个软件 对不对 那肯定我们不可能说卖个产品出去 客户拿到手里 每次开机 你告诉客户说 哎 客户你自己收入一下命令 把这个软件启动 那你绝对是会骂死的 对吧 肯定是开机以后这个软件能自己启动 所以就是开机自启动 就是我们写好这个软件 开机以后自动去运行这个软件 怎么去搞呢 这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我们俩先笔记记一下 这是一个是 第二个就是中文字符测试 确保没有问题 第三个就是开机自启动 开机自启动 怎么改呢 这个软件 etc init.d rcs 这个我们前面创建的 自己手动创建的这个软件 cdetc cd init.d 有个rcs vi rcs 那么这个rcs 就是系统启动的时候 会自动运行 我们这个rcs里面 这个事业脚本里面的这些命令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开机自启动 放到rcs里面去 那么怎么去放呢 你就直接在这里运行嘛 这样 在后面添加 开机 那刚才是vi里面 就是通过secure CRT连接过来 然后vi在文件里面不能输入这个中文 那我们就不输入了 我们先确保刚刚输错 确保刚刚没有输错 我们先把这个先退出这个文件 再打开看一下 好没有乱码 我们重新输入 那就是怎么开机自启动呢 那你就是运行 比如你这个软件存到哪个目录 你一般是先cd到指定的目录 我们现在就开机自启动 把这个hollow这个软件 让它自己运行 那么hollow这个软件 我们刚刚是直接放到了根目录下 所以不需要cd 那你就直接运行 hollow 然后是以后台运行模式 否则的话 你这个命运行就没法用了 好 就直接这样 你看 直接运行这个软件了 好 保存退出 我们重启一下开发版 我们就看这个hollow这个软件 会不会自己运行 大家注意 你看我现在没动 这个hollow已经开始运行了 自己运行了 好 你看进去以后 你可以ls操作 各种操作都可以 但是这个holloworld一直在运行 这就是开机自启动 你看这个软件就自己启动了 好 ps看一下 它的一个pad是65 这个pad每次都是变的 别我以为上一次是77 这次还是77 它是会变的 kill 刚965 你看 我们在输入kill 刚965的时候 它会被这个holloworld打断 那么打断你不要担心 输出holloworld叫输出 我们输入kill 刚965是输入 输出和输入是分开的 它们是不会有影响的 当然了 在终端里面 看起来好像是被打断的 实际上它的这个数据流 是没有被打断的 这里呢 我们就不要担心说 你这个被打断了 你这肯定会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的 好了 那么开机自启动 我们也验证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外网连接测试 好 那这个外网连接不是说连接国外网站 不是说连接谷歌这种网站 说的是 我们连接国内的百度 等等这一些 当然这个连接下来的 当然这个连的话 我们不是说登陆进去还能看个浏览器 这个是现在还实现不了的 我们只是最多拼一下百度这个网盘这个地址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拼通 如果能拼通的话 说明我们开发版就是上网正常了 这个上网不单单说是我们能在内网 所谓的内网就是我们这个同一个网段内进行通信 我们不仅能在同一个网段的通信 我们也能连接外面这个网络了 好 这个测试呢 怎么办呢 直接拼嘛 拼3w.百度.com 哎 band address 说是这个地址是坏的 那么3w.百度.com 我们这个地址肯定不是坏的嘛 这是百度的网址 怎么可能是坏的 那么提示这样的一个错误 是为什么呢 它提示 你看我们这个教程里面说了 有这个 这是因为DNS 解析 这是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其实对应的是一个IP地址 是需要DNS服务器是先把这个网址解析成对应的IP地址的 但是现在band address说明这个DNS 也就是域名解析出问题了 为什么出问题呢 我们缺了一个文件叫etc这个东西 好 ls cd.etc.ls 在etc下创建一个resolv.conf的 文件 s12v12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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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好 当然你可以多输入几条比如name service 你可以再输入你当前这个网关啊你这一个网段它网网关的一个IP地址就是192.168.1.1 所处的这个网段内这个网关的IP地址好 那么就是这两个我们保存退缩 保存退缩以后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resolv.conf就在了 给bought一下重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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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加进去了没有把它删掉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开机自启动给它删了 我们不需要每次都运行hello word 好 ps这是一个啊又是65 kill-965 yes看一下 好了没了 那我们就首先cdetc 我们先把这个开机自启动先给它删了啊 我们不需要vrcs这个开机自启动 直接加个屏蔽就行了 警号就是屏蔽的意思 保存退出 再检查一遍确保确实被屏蔽掉了 好 退出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再拼一下3w.com 看能不能拼通 拼通了你看 当然可能一开始有点久 它已经是开始在拼了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个 连接外网 我们这个跟文件系统连接外网啊 跟外网通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至此呢 到这里呢 其实我们这个给文件系统该验证的就已经全部验证完了 也就是说到这里 Uboot Linux内核 就是这个ZMNJ 和DTP 以及给文件系统 Uboot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Linux系统 这个Linux系统呢 它肯定还有些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呢它至少是一个 相当于我们学5.1的时候 有个叫最小系统版的东西 那么这个最小系统版它虽然是比较简陋 但是它却能完整的运行 那么同样的我们现在构建了这个整个系统啊 Uboot Linux 以及跟文件系统加到一起 它虽然可能有些功能不完善啊 比较弱啊 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Linux系统 接下来我们第四期视频 第四期视频呢 我们就是这个 驱动开发 驱动开发 当然不仅仅是驱动开发 你写了驱动以后还要有一些测试 测试的话就是简单的应用的一个编写 还有一些第三方的库 第三方的软件等等这些 那么我们都全部在现在这样一个 Gain文件系统上去进行去完善 那么这些全部准备好以后 我们第三期 第三就是第三期的视频了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把这个Gain文件系统嘛 还是挂载到我们这个Ubuntu下面去的 那么我们不可能说 每次你做产品以后 给客户说 你把这个Gain文件系统挂到你电脑上 你拿一个开发板 然后通过NFS 挂在你电脑上去启动 那你这肯定也不行的 最终这个Gain文件系统 我们是需要稍写到我们开发板的 比如EMMC 或者拿到Flash里面去 那么我们这个本期视频呢 就以EMC为例 应该是下一讲视频 从下一讲开始 我们就给大家讲 如何使用NGIF官方提供的 MFJ套这样一个工具 将我们已经制作好的这个 Ubuntu Linux Kernel 以及更文件系统 稍写到EMMC里面去 那这一讲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MFJ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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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J套